哈喽大家好 所有购买谷歌域名的需要注意了 今天谷歌发了一个通知 说SquareSpace将要购买谷歌域名 而且是已经是正在进入的 正在进行中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是确定了的 只是需要一下流程 那么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目前来说什么都不需要做 下面会发生什么呢 所有的谷歌域名的用户都会移到SquareSpace 在里面来 但是呢说SquareSpace呢 还继续使用谷歌CloudDNS的这个infrastructure 就是说基本上来说 你所享受的服务以前用的那些东西 还是一成不变的 就是转到SquareSpace之后 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那么你想如果是转到SquareSpace之后 那么你登录是不是需要用SquareSpace的 创建的用户名呢 然后根据他这个地方来说呢 让你作为一个种就是说无缝的衔接 和SquareSpace 提供要把这个转换的过程 这种作为做到无缝衔接的这样的 而在一段时间内之内呢 你应该是还可以用 很格的原来的登录方式 还是到那个地方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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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